叔叔 从今天起要叫爸 爸 简安 快把证给爸看看 你看笑得多浅呢 我呀一直担心你们俩 多年不见感情生分了 看来呀 这担心是多余的吧 当然了 对了 爸 塔爷 我 怎么还叫阿姨呀 叫妈 妈 我跟薄言商量好了 我们打算 明天就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明天啊 明天 这结婚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 再说了 这人我怎么通知啊 对啊 我们就想低调简单一些 是不是啊 薄言 我看 其实是薄言为我着想的 我们想先引婚一年 等我小时候创作完之后 然后再搭班一场 那好吧 我们家简安有事业心是好事情 老苏 妈 咱们就随着孩子们吧 就多等一年吧 既然明天就办婚礼 那你们今晚就一起住酒店吧 我给你们开个房间 好的 简安 要听话知道吗 妈也是一片好意啊 来 完全不错 简安 来 薄言啊 来一下 帮我把这个拿一下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走生贵子的意思啊 图个喜庆 这早晚的事情忙不及啊 得多伸点 薄言啊 你们俩该不会是合约结婚吧 我最近看了几部言情剧 玩的可都是这个头 岳父不信啊 那我怎么做 才能让岳父您相信呢 你看啊 你们多年不见 又是闪婚 如果是合约结婚 那自然就不会 相互亲近 只是做点样子 给我们看看罢了 岳父心思真是太缜密了 如果我发现 你们俩是合约结婚 那我依然会让简安 回来继承家业 那到时候 我们两家的关系 好尴尬啊 好尴尬啊 你们都绿了 希望不会是这样 秦家母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走吧 你让他们俩早点休息 怎么 别在这儿当电灯包了 你们只回去了 我们走了啊 走了 不用送了 你们忙 我不懂哎 就在这个房间里 你到底还想跑去哪儿 放开我 不然我就告诉唐阿姨 你欺负我 你想要跟我妈说 我在这个房间 欺负你是吧 你 不好意思 我包放这儿了 那个你们继续 打扰了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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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太过分了你 要怪 就怪你爸去吧 你这个叫趁人之威啊 我也忘拿包了 妈 把房卡留下吧 流氓 流氓 放心吧 我对小女孩 没兴趣的 小女孩 我二十五了 你看起来像五岁啊 你才幼稚的像五岁 那咱俩还真是绝配啊 你 行了 说正事吧 我娶你 不对啊 你不是跟韩若曦在一起吗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我可不想做什么小三 被人骂 是隐婚 不会有人发现的 不行 我嫁给谁也不可能嫁给你 为什么 因为 你玷污了我对文学的热爱 你再说陶然文学网的事是吧 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小心眼啊 处心几率这么多年 简安 杜社长约你抽空来文学网面谈 杜 杜社长 不行了我 我只是恰巧过去拜访她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结婚啊 难道是唐阿姨逼得紧 我跟你结婚呢 其实是有条件的 我就知道 刚才唐阿姨说你是做投资的 现在环境这么不好 你不会是缺钱吧 还是惦记我爸的企业 我告诉你啊 别做梦 行 算了 等我没说吧 你别走啊 你真的要帮我 那说好的地道领证 我们做个约定 约法三章怎么样 行 协议我已经拟好了 你看一下 要没什么问题 就签字吧 合约期限一年 对 一年之后咱们就一别两宽 婚姻可不是儿戏 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一年之后谁知道会怎样 合约期间不能发生肉体接触 不能曝光干扰彼此的生活 你能做到是最好的 不能曝光彼此的关系 对 虽然我们低调了些 但从领结婚证那刻起 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对吧 其他我没什么问题 不过得再加一条 合约期内 对 不许和别的人勾三搭四 你能做到最好 对了 明天婚礼不要迟到了 嗯 就这么结婚了吗